别说那没用的 来放狠话 开始 哎呀 我打阳门还用放狠话呢 都丢人 美女唱Rap丢人 那我们想请萌恩进Battle区 对 忽兰的表演时间掌声用 大家好我是忽兰 刚才Rapper打架对吧 奶腕还吐槽什么纳舞科热 什么说一堆 什么你只会押韵 什么蹭舞一帆 都不够狠 我只需要一句 纳舞 我的那个说唱是看你视频学的 太活损了 活损了 胖子儿吃脱口哟 刚才我坐那儿我都听懵了 你知道吗 他说他是什么中国阿母 那边非他说他是中国忽兰 你们说上圈骂人都这么脏吗 而且在你们说上圈 就我跟阿母中间就没别人了是吗 哎呀 什么逻辑 你说说唱我真的我再也不唱了 实话说我再也不唱了 就这事儿整多了就没意思了 而且我就是想不行 我就是想试一试这个音乐脱口秀 它难不难 哎 它不难 你看伊丽敬老师 你们刚才也可能看了前面那一期 对吧 这间这个兔套大会 他通过问问题的方式 发明了一种骂街脱口秀 就他问的那个问题都没法听 他问我 他说王勉拿冠军你服吗 问王勉说 你拿冠军实质名归吗 问大老师说 你知道你的团员重组了 没带你 你现在感觉倍儿爽吗 李老师 我也想问问你 你知道你为什么连泡便都泡不开吗 那你哪壶不开 踢哪壶啊 今天体育专场对吧 我还问导演 我说体育专场为啥 总找着男男 这是让人闹心的 这不能找找女排吗 人家说 女排都在训练 没空上综艺 为什么这么开心 说体育圈都联系了 不训练的就这么几个 但说实话 也不怪他们对吧 因为其他队训练是为了奥赢会 他们又不用去 不是喷子吧 不是喷 我真的是热爱篮球的吧 上高中看火箭 看摇麦多热血啊 现在看周期在火箭 怎么说呢 就是很厉害 在火箭打了两年 打破了人家对我们勤劳的刻板印象 妈呀 第四节垃圾时间打惯了 教练派他第二节上场 他说我没准备好 不知道教练让他上去干啥 打球呗还能干啥 让你上去给全球花生拜个年 完了完了完了 太未见了 也不是对吧 也可能是为了让你上去 给书画奶念顿广告的吧 书画奶 五五堂真的真的好接受 冷着喝 空腹喝 大量喝 五堂不耐 都能喝 周期 希望你之后打球 像我这段广告这么硬 好吧 在火箭 周期在火箭待了一年多 单场得分就没超过六分 就我上次见到这种 怎么整不过六的 还是骰子 不是你那个分教练很难不辞退 你知道吗 打完五场 跟教练说信不信五个二 教练说开了开了 我开始 我说实话 开始看他那个态度其实很生气 后来其实大家 我教大家一个思路 就你换个思路去看球 就很开心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境界很高 就别人都争来争去的 只有他不争不抢 不喜不悲 球打得大彻大物的 一场球打起来 一花一世界 一分一篮板 有了 再说说关在屋子里的范志逸对吧 这个看不见 对人家说吧 吐槽大会 这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只敢关在屋子里面的嘉宾 他也不敢不敢放出来 人家都买了保险了 范志逸也在中国 你们看了 在中国一笔五输给泰国之后 就说什么中国男足脸都不要了 就是说的挺好的 但是我就有一点 就是你们再去搜那个搜索引擎 我就想对搜索引擎说句话 就能不能把这个新闻话说全了 你现在去搜百度 范志逸 夏拉光推荐的是 范志逸脸都不要了 而且如果你去看他说 国足脸都不要的视频 就那个坚定的样子 我都忘了他曾经是国足了 范老师 我想问问你 看不见他想问问你 你还记得深花一笔九书国安 九七年荆州二比四输伊朗 二比三输卡塔尔的时候 你在哪儿吗 你记得你在场上 这个太好了 这个就是易老师的说话方式 对吧 是不是很想打愿 最后最后最后就要说 就还是希望男足男男好好训练 好好打的 别赖这些破例子 尽管你们不管怎么样 伤我们的心 我们还是会看 但是尽量还是少伤我们的心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您 谢谢你